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你周末追逐《三十二椅之日》到8月3年 为什么追逐疯狂 因为《三十二椅》 我觉得它是讲了三个三十岁的女孩 就是他们在职场 在家庭 在城市里面 每个人的角色 身份都不同 但是我觉得会很有共鸣吧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可能不是这三个女孩的故事 在美籍的片尾 会有一个两分钟的小剧场 讲的是在街头 卖葱油饼摊的一家三口 这个剧里面 三个女主都买过他们家的早餐 他们会在深夜一起收摊 回家 然后一起躲雨 小男孩会用创可贴 在窗户上贴一个房子 就是一个家的形状 这个小剧场 就是会让我想起 陈颖真的小说《面摊》 因为《面摊》 这个小说里面 也讲到了在街头 摆面摊车的一家三口 但这个故事是发生在 上世纪50年代的台北 在台北的西门厅 有一家三口 他们是从乡下 从苗栗来的 然后他们在开市的第一天 就因为没有申报 流动户口 然后就要向警局交60元罚款 才能收回他们 就是被没收的摊车 他们的生活里 除了很温暖的相互依靠 也有非常真实的这种 很艰辛的 很辛酸的画面 我觉得就像这个 三十二一里面 它经常会出现一个镜头 就是上海的那种 非常繁华的万家灯火 然后高楼林立 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 有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他们是在这些灯火 照耀不到的地方 他们是隐藏在 很隐秘的角落里的 陈燕珍的小说 他就一直在写 这样的繁华的城市的背面 不被照耀到 不被看见的这些普通人 他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一直在写后街上的人 就所谓的后街 就是说在繁华的城市的背面 然后不被看见的一些小人物 其实帕木克在那个 伊斯坦布尔里 也会写到后街这个概念 他就是写说 在城市背后 很贫困的街道上面 有一些很贫困的风景 是记忆的隐移场所 就像他的小说 将军族里面会写到 在街头挣扎求生的异乡人 在城市里漂泊的上班族 然后一些精神没有出路的 左翼青年 然后一些很苦奔的知识分子 还有那些就是家庭离散的外省人 是这样一些人 就是这样一些普通的个体 所以在今年年初 在疫情当中 当我看到一些新闻 就比如说在云南 一个养风人自杀 在武汉 有一个穿睡衣的女人 在阳台上呼号 我觉得这些普通人的故事 都是需要有人去讲述 有人去记录的 陈云珍就是在写 二十世纪的历史的后节上 这些不被看见的 普通人的故事 陈云珍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听过 但是很多人 并不熟悉他的作品 其实他是 我们很熟悉的小说家 白星文老师的朋友 他们其实是在同一时期 开始写小说的 就在白老师写台北人的时候 陈云珍在写他的将军组 就是大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那白老师在那个明星咖啡馆 那篇文章里就写到 陈云珍在六十年代 其实是一个 跟他同一时期办杂志 跟很多台湾的作家一起 创造了一个文学的黄金年代 陈云珍非常有趣的一点是 他好像从来没有做过 职业的小说家 他其实为了虎口 从淡江大学毕业之后 做过高中英语老师 做过药厂的职员 就像前一段时间 戴景华老师说李沧东的小说 说李沧东是生活在 他所书写的人物中间的 陈云珍也是一个 在社会里面的 一个真正的在场者 他也生活在 他所写的人物中间 那他不只是写小说 他对于人的关怀和理解 也延伸到他的小说之外 就像他在八十年代就创办了 非常有名的人间杂志 因为我听许致远老师聊过 他是怎么开始知道陈云珍的 就是他在台湾就买了一套 人间杂志 然后那个杂志对很多人的影响 都很深远 就像我们这套陈云珍小说全集的 封面设计师陆志昌老师 他也没有读过陈云珍的小说 但他是当年人间杂志的 非常忠实的读者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杂志呢 他在八十年代仅仅存 存活了四年的时间 但是他是开创了 《非虚构写作》跟《即时摄影》 这么两个先河 他有一句话说 我们要永远以弱者小者的立场 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 那除了在小说之外 他也用这个杂志来关怀一些社会的边缘族群 比如说战争奈民 自闭症儿童 然后一些很社会边缘的小人物 然后他的杂志也报导那些被辐射的核电厂的工人 他们的遭遇 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用小说 也用自己的社会实践 因为他方方面面的行动 去关怀这个社会中的人 而且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这样的话好像在他那从来不是一句空话 而是他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说 要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就要去读武训 如果要了解台湾就要去读陈云珍 他的声音确实曾经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声音 这两天听说一个消息说 人间出版社歇业了 就是台湾的人间出版社 这个出版社也是陈云珍在八十年代 在创办人间杂志的时候 同时创办的这个出版社出过很多的好书 就像大陆作家梁红老师的《中国在梁庄》 包括还出版过《双野涛》的一本小说集 听到这个消息确实是挺伤感的 但我觉得随着陈云珍的作品 在大陆出版 那关于他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我想一切还不算太晚 就是这本书小时候让我蹲在那里看看的 就欲罢不能的一本书 那当时我是觉得它的封面 很有意思是个小男生 然后戴个帽眼 然后就觉得不知道里头是 又写小说 可是外面是个照片 所以就很有趣 然后一打开的时候看到张君主 看到里头的插画 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左右 把它整本看完 然后起来的时候腿都发麻 这里面写的全是一些小人物 一些普通人的故事 陈云珍一直说她想写的是后街上的人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二十世纪一些平凡人的命运的群象 那它所构成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史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经典的名片 像是第一件差事 还有我的弟弟康雄 然后我的弟弟康雄是三毛非常喜欢的小说 他让他读了有百遍以上 然后说世界上竟然有跟他这么相似的灵魂 这本小说虽然是写于将近五十年前 但里面的一些小说其实特别能引起我们当下的共鸣 就比如说唐倩的喜剧这个小说 它是写台北六七十年代的知识圈里面 一些对于知识分子的讽刺 今天读来就觉得还非常的生动 就比如说有一个崇尚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胖子老墨 然后他每次跟这个唐倩作爱之后都会接着说 我们刚才是不是聊到存在主义哲学 说人是被遗弃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他讽刺了很多这样知识分子的形象 就今天读来觉得非常的辛辣 然后还有像第一件差事里面的主人公 他是从大陆漂泊到台湾的一个中年男人 然后他自杀了 这个案子是这个年轻警察的第一件差事 他一直想弄明白他是为什么自杀的 然后后来他听到一段话 就是这个自杀的中年男人说 他想像一棵树一样活着 在一个地方自然的生长生活 然后他形容自己的生活 就像一个折断的树干一样 就是躺在地上 太阳一晒他就干枯了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人的处境的这种描写 对于人内心的创痛的这种描写 都非常的有共鸣 陈勇在1968年的时候坐牢了 他为什么坐牢 他在少年时代就读了鲁迅的小说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台湾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鲁迅是一本禁书 他犯的是思想罪 就是思想左倾 因为他读鲁迅组织读书会 读一些左翼的书籍 那他在牢里待了七年 待了七年之后呢 当时台湾是七十年代 1975年他出来之后 台湾正好是经济高速起飞 就有点像现在的大陆 是一个高度现代化 然后飞速发展的一个社会 当时他找工作都很困难 后来他就去了一个美商的药厂上班 后来他就写了收入在这 就写了一下 今天这一段时间 也不用了 我没见过 在这一段时间 我给你 我给你 好 我给你 我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